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我是沈长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和明哥的微博联系方式 还有我们兄弟联的官方论坛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进行沟通 好 我们继续学习用户和用户组的管理 那么第三个部分关于用户的管理命令 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用户和用户组的配准件 那么我们这一讲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用户管理命令里面的第一小节 介绍最常用的一个命令叫UserID 对 那么这个命令也比较好记 因为它很直观 UserID添加用户 对 那这里面我们在使用UserID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对 那么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已经提过 那就是UserID直接加上用户名 对 就可以了 那我们签一个用户试试 好 那我们签一个UserID 我们签一个沈超这个姓名的缩写 Fa 添加一个用户 当然我们说 如果有一个用户不给他设密码 这个用户是没有添加完整的 它是不能登录的 所以虽然password的命令我们还没有讲 但是这个命令我们也多次见了 它其实也非常简单 password的后面加用户名 回车就可以给他设密码了 我设的密码是123 它会有一个简单的报错 说你的密码过短 有个警告 但是因为我是root 所以就算是这样的 所以就算是这样的简单密码 我非要生效 也同样是可以更新成功的 root是可以少留麻烦的 对 没错 那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命令 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先不说这选项 我们说 我们执行了这样一条命令之后 它到底干了哪些操作呢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最终实际上会修改的 其实就是这几个配置文件 那就说 我刚刚这两条命令敲完之后 在这些我们前面讲过了用户的配置文件 还有这两个加募录和它的邮箱 这两个相关管理文件当中 都应该可以看到 IC这个用户的信息了 对 应该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查一下 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就看user ad的命令到底都做了什么 对 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只添加了这个用户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用grap命令 当然用cat用vi都是可以的 对 那grap更加 更加直观 对 我们在password当中就会发现 在password当中拥有了一个sc的行 那它 基本上 它是完整的按照我们的这个password的格式 来定义它的这个内容选项 也就是说它的ui记号 它的加募录 它的权限 那这里有了 再来看第二个文件 etc下达shadow 在这里就会发现 它的密码位 包括它的密码设置时间等等等等 这些时间全都已经成效了 也是存在的 这些都是user ad的 在执行的时候 来自动写入到这些文件里面的 对 那第三个文件呢 就是etc下达group 组信息文件 大家会发现 虽然我只添加了IC用户 但是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用户 是每添加一个用户 它会默认建立一个跟用户名相同的组 作为这个用户的出事组 所以sc这个组也已经生成了 那相对应的 那我们的sc的这个jshadow当中 肯定也就有了组的密码位 这里也有了 那这四个文件是用户的相关的配置文件 那其实我们说最主要的这些用户添加 其实都是写入这个 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管理文件 这里主要指的就是我们看 用户的加目录 加目录 看一下在home下 我们的sc这个目录已经生成了 大家会发现所有者和所属组都是sc 而且它的权限是700 而且不光是这个加目录有了 而且我们还讲过说 它的邮箱也应该建立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 在我们的wax spot一下 mail下 大家会发现这个sc用户的邮箱已经出现了 所以在user add添加用户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 实际上它就是做了这些操作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前面的知识都已经了解的情况下 那么理论上来讲 我们是可以自己来手工编辑这些文件 并且创建这些相应的目录来手工添加用户 对 我们也就说可以完全就是把这些文件里面跟这个用户相关的上写进去 就可以只是比较麻烦可能我们并不太推荐 但是通过刚才的讲解 相信大家对前面我们学过的知识 应该有了一个更系统的一个了解 没错 好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添加用户 那么比较常见的有哪些选项 那在我们的幻灯片上 给大家列出了其中有六个稍微常见一点的选项 对 第一个叫-u u就是uid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手工来指定这个用户的数字标识 没错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做这个更改的 除非可能是比如说这沈超老师 讲说比较迷信 那么他可能喜欢用一些幸运一点的数字 比如说他给自己添加一个账号 指定uid是888 这叫发财的 这么说 那一个666也可以 好吧 所以这是-u指定这个数字标识 那么第二个选项叫-d 就是directory 也就是他的加募录 对 理论上我们说到如果是我们不指定 就在-home下面创建一个同名的加募录 但如果我们要是指定的 如果你不想放在-home下面 或者你放在-home下面 你不想跟用户名同名 那么都可以用-d来指定 对 比如说uid添加审超这个用户 但是你可以用-d把它数字目录放在根目录下面 对 你可以用-d把这个数字目录 这加募录还放在-home下面 但是把它数字目录叫里名 这都是可以的 没错 那么这是第二个选项 大家可能需要注意 如果我手工需要添加加募录的时候 这个加募录是不需要大家建立的 我们刚刚那个 其实se目录也不需要建立 对吧 它默认就会建立好 所以它的权限怎么都非退完成 如果我手工建立非常麻烦 还得必须手工去改权限 非常讨厌 因为手工默认建立 你用root来创建这个募录 那么它的所有者肯定是root 所以你还需要再改 所以我们不推荐大家手工来这样去创建这个用户的加募录 第三个叫-C 叫comment 就是我们的用户说明 那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给这个用户添加的时候 添加一些说明信息 那么都可以用-C来进行指定这个信息 没错 比如说如果用-C 那么我们后面可以加上一些文字的内容 如果文字内容比较复杂 比如说这里面写的人 兄弟联控格 教学部控格 沈超老师 这个时候呢 你要记住加上双眼号 有空格 对 必须用双眼号 如果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空格 那么我们要这样来进行 用-C来进行指定 没错 这样的一个格式 第四个呢叫-G 两个-G 一个叫小写的G 一个叫大写的G 你可以理解为都是group 组的意思 对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每个用户必须有一个初始组 对 没错 那么你在添加用户的时候 用-小写的G 对 可以指定它的初始组 那-大写的G自然就是 那附加组 这中间的分割服务 我们应该是用逗号 用逗号 用逗号来分割多个用户 哪怕你一次把一个用户 加到100个组里面 都是可以的 用逗号分割 连续写就行了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S 叫shel 就是它的命令解释器 对 那么理论上来讲 也可以指定其他的 对 那么常见的 就这六个选项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我这里 添加一个用户 SC 这个用户 我们刚刚 添加了一个 没有做任何修改的用户 也就是说 它默认的就是 全部采用的是默认值 那如果是默认值的话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的SC用户 它的UID是 挨着个的网扣落 对 从500开始往后 这是第504个用户 但是呢 我现在 我想重新签一个用户 那你可以填个 审超2 SC2 那我添加一个 全听审超 添加一个 李明老师的用户 好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小心 我们的命令格式是 用命令名称 空格后面加参数 也就是我要添加了用户是谁 在中间写它的选项 那这几个选项呢 我们就说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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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先指定一下UID 我不想让它默认用505了 不是505 对吧 那我让它给一个 这个吉利的数字 666 666 适合我 给它 然后呢 我们说用小G来指定它的初始组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 不要推荐大家去改初始组 一旦这样回车 就会发现 你的李明用户 根本就不会生成一个叫李明用户的用户组 因为它的初始组是入口用户组 这样的话会让管理员非常难以理解 所以说如果就算我们需要把它加入到组 也是使用这个杠大级来做 如果想要让它加入多个组里 用逗号分开 但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组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一定是系统里面已经存在 对 这两个组啊 超哥挑的都是我们系统的默认的用户 默认就已经建立了的用户 都已经有了 那我们还可以用杠C来加它的说明 比如说 这是李明老师的这个用户 那这是在我的服务器上 它是一个测试用户 你可以备注一下 这是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不是 这是一个不太有用的用户 用完就要删掉它的这个用户 备注一下 然后呢 用杠C来指定它的加目录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放在任何位置 我如果我愿意 我完全可以放在根部录下 完全可以放在根部录下 但是我们说 除非你有特殊情况 比如说我们搭建了一个 那个阿帕奇的网站服务器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需要 让这个网站来管理 它的阿帕奇的主页目录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管理方便 我们可能会在根部录下 创建一个主页目录 这个时候可能 尤其可能需要在根部录下 去建立一级目录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 超哥并不太推荐 大家在根部录下建立过多的一级目录 原因很简单 在根部录下建立一级目录过多 就会造成本来很方便 但是会发现太多了 翻好几页都看不到底下是什么 你想找一个东西 就会建立很困难 那我们这里做实验 我就放在根部录下做成一级目录 然后可以用-s来指定它的 这个登录塞 那么默认的登录塞 就是并下了 对案所以是 对千万记住 如果你想指定其他塞 那么千万不要把 这个塞的名称 或者是路径写错了 否则就悲剧了 这个用户是无法使用的 对没错 那我们这里 这几个选项 就可以设定完成了 那最后就可以回车了 这个用户就会添加完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信息 我们用graph 更直观一点 一切随下的 就会发现 它的ID号 包括组ID号 它都会跟着我们指定的这个ID号来 这个来匹配 它会变成我们指定的这个ID 它的用户书名也已经加入 而且它的加目录是跟下的 里名 对 而且我们杠查一下 这个命 这个目录默认就已经建立成功 而且权限呢 它已经全部都给你分配好了 都是非常方便 对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U字案子命令 当然我们说 虽然这个选项非常多 非常多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反截杠的意思是代表 这个命令太长了 一句话表示不了 换行的意思 对 在很多资料里面都会用到这样的换行符 对 这个部线不会影响指定命令的结束 这个执行 比如说刚刚超哥 因为是中间打的 所以这块换行就没有打 对 但是看起来可能就很便宜 是吧 没有这样看起来更直观 对 所以这是优作爱的 那么比较常见的选项 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 如果是我们添加用户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可能不需要用到太多的选项 没错 缺省的设置 没错 就可以了 但是缺省的设置是从哪来 这个大家可以作为了解 指导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户的 默认值的配准键 那第一个叫ETC Default 有则爱的 对 这里面呢 有一些选项 其实也是大家并不陌生 大多数是并不陌生的 第一个呢 有一个选项叫group等于100 也就是说呢 这个用户添加的时候 会自动呢 把它的缺程组 直向到组ID为100的 这个用户组 但是呢 我们系统好像现在明显不是这样 是 所以这里面呢 大家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 因为呢在Linux系统里面有一种公有模式 有一种私有模式 那在公有模式里面确实会是这样 对 但是呢 在现在在所有的Linux里面 那默认都是私有模式 也就是说 在私有模式中 用户添加的时候 缺省 不是按这样来设置 而是创建同名的组 作为它的处理 那么 所以这个呢 我们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home 就是定义了 用户在添加的时候 为什么宿主目录会在刚home下面 因为在这有定义 如果你希望每天加一个用户 它都在根目录下面 或者放在其他的一个 你自己定义的一个目录下面 就是叫杠H下面 没错 那么就要更改这个值就行了 以后你添加一个刘德华 它的速度目录就在杠H下的 刘德华 添加一个张学友 就杠H下面的张学友 这是home 但是我们同样 也并不建议大家 做这样的更改 没错 第三个呢 叫inactive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在前面讲 shadow文件的时候 对第七个字段的一个定义 那么就是密码的 过期的宽限天数 对密码过期的宽限天数 在这里面 缺省值是在这里面来进行调用的 第四个呢 xpile呢 这个呢 也跟我们前面讲的shadow文件相关 是跟第八个字段相关 那就是密码的失效时间 对 也是 那如果没有值 就证明了 它永远 万人都不失效 或者说靠它的这个 它进入的这个 密码失效的这个 前面的时间来失效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shadow 也就是它的缺省的命令解释器 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 它默认都是并且的败事 没错 第六个 skr这个定义了 我们每添加一个用户 那么它在这些文件 从哪拷贝过来 那么我们前面 对 也给大家讲过了 这是权限的 模板模入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是否要添加用户的同时 建立邮箱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每user add 添加一个用户 默认都有个邮箱 那么因为这个值为yes 如果把这个值改成no 那就看不到这个邮箱了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 打开看一下 vm etcc下的 for下的 这个use add 这个文件的内容 就是我们幻灯上标识出来 这个内容 对 是一模一样的 都已经加了注释 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 在这个文件当中 只定义了shadow的 第七个字段 和第八个字段 shadow还有很多 其他的字段 在这里并没有定义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用户定义的 默认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 etc下的login.default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看一下 vtc下的login.default 那这个文件里面的注释 就较多了 那如果我把这些注释 全部都删掉 它看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 有这样的几个选项 其实这里面 首先这个99999 一看就知道 它定义的是 shadow这个文件的 第五字段 密码有条漆 那我们说 这个密码有条漆 改的太长了 一般人活不了这么久 对啊 270多年 谁也活不到 那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 改掉 比如说 我强制要求 我的Linux 服务器上的 所有的用户 每半年更改一次密码 我就可以改成180天 那这样的话 当我再新建用户 比如说 保存退出 我新添加一个用户 呃 审超 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嗯 去查看一下 它的 直接开它吧 ETC下了shadow 在最后 大家就会发现 它的密码的 这个有消息时间 不再是 99999 一天加 它就会变成 180天 也就是说 强迫 每半年 改一次密码 当然 这个用户没设密码 所以 这样一个作用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 这个 呃 PastMaxDays的这个作用 定义的是 这个默认的这个密码 有消息 也就是第五个字段 那接下来呢 这个PastMidDays呢 定义的就是我们的密码修改间隔 也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字段 那接下来这个呢 PastMeLunge这个长度呢 密码的最小位数是五位 嗯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已经知道 在Linux当中啊 我们的默认密码 如果小于八类 它是不让你生效 不让你生效 那换句话说 这个密码的最小长度 其实没有生效 原因很简单 最早的Linux当中 是用这个文件 来定义我的密码长度 但是大家觉得 这个文件 它定义的这个密码 规则过于简单 那这个时候呢 Linux升级了我的密码的原则 规则问题 把它变成了Pub原则 那也就是说 现在是Pub原则生效 这个密码长度已经不生效 所以我们的密码位数 现在默认是八倍 那接下来往下面走 这就是我们的警告时间 也就是杀豆的第六个 默认七天 默认是七天 也就是说 密码到期前 七千七天就告诉你 每次登录都说 你要过期了 必须改密码 在七天就歇菜了 对 然后呢 这块是我的UID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 他默认是认为 UID是从500开始计算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添加一个用户 什么都不改 他默认就从500了 就是通过这个文件来定义的 最后呢 告诉大家 这里是说 我们的密码的验证模式 从我们早期的Linux当中的 MD5验证 加密方式 不是验证 加密方式 升级成为了SHA52加密 这是其实具体的加密算法 大家都不用了解 你只要知道 这种加密算法 更先进 更安全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两个 这个用户的默认值设定文件 通过这两个文件 其实就可以完全的修改 我们添加一个用户之后 我想让它达到什么样的默认效果 对 所以添加一个用户的默认的这些参数 都由这两个文件演变而来 没错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就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 添加用户的命令 UseID 没错 然后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如果我们UseID添加以后 它会在哪些文件里面做了一些变化 没错 包括生成了哪些目录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对我们前面的知识 有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同时呢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UseID添加用户 缺省的值 是由两个文件里面做的定义 一个是ETC Default UseID 一个是ETC Default Login.default 这样的两个文件定义了 默认的设置的值 没错 那么我们这一讲 就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 UseID添加用户的介绍 本讲就到这里 谢谢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汐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